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台电报导 台电在新近人员的教育养成上不遗余力 除了技术能力的培养 台电也非常重视人文素质的提升 3月14号下午 林口训练中心第56期养成班的学员 在临近的海滩举办了敬坛活动 即使顶着刺风寒谷 学员们仍努力清理海滩上的垃圾 希望能够将他们的人文关怀 回馈给临近的居民以及美丽的大自然 台电公司在保护环境上不遗余力 光是淨滩这个活动 就已经持续了有20年的历史 3月14号 在临口训练中心受训的56期养成班学员 冒着寒风来到了附近的海滩 用一个下午的时间 恢复海岸美丽的外观 今天呢 林区中心特别安排 我们的淨滩活动 除了培养各位爱乡爱土的情怀 身体力行做环保爱护我们的地球 更重要的是 我们希望透过淨滩来敦清牧林 我们希望能够改变传统技术人员 不善与人沟通的一个文化 淨滩的目的除了做环保爱地球 也用行动向当地居民证明 台电是大家的好邻居 即便是超大型的海滩废弃物 学员们也自动组成工作小队 认真地完成清洁的任务 我们都认为这一项活动 是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 因为这个活动不但可以让 我们台电的人员和乡亲们 拉近彼此的关系 也能够让乡亲们了解到 我们台电是有在关心 人文关怀这一块地方的 除了技术层面的提升 聆讯中心更加强学员的人文素养 期望培育台电员工 成为文武双全的高素质人才 台电公司新北市报道 这里是台电影音网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compl结了 这本 COL扇 年轻人 前飞 谢谢大家